那重点你要会找出来说 那谁表现得好 然后为什么 甚至可不可以再加个地区 地区的呈现 可以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地图 那地图我们就直接把国家 呈现在这边 然后改成地图 那这只是地图啊 所以我们会通常放个利润 就是观看利润所在的国家是什么 第一名是谁 第二名是谁 第三名是谁 就是什么地区的销售 对我们的一个获利表现是最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小地图里面是不是会有标出那个圆点 很抱歉 这个 这个版面不够 好 不过这里面已经有很多很多小点 所以我们把那个大小 大小 用利润 利润在上面 好 直接拖曳到大小 放开 所以我们大致上 大致上 假设一样回到刚刚那个 2020年 9月 是不是在大涨 就是 8月到9月 是不是成长了超过一倍 好 点他 他现在呈现的还是这三个点 好 那我们来看 10月 有没有觉得 这个点 在这三个点 然后这两个稍微变小一点 好像就恢复变成差不多 那再看12月 10月 10月 反而是 大家这个点 都冒起来 但是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很有可能是 变成 均平 好 这 这就是视觉化的一个盲点 所以 你 很多看到的统计图表 你要 要有 不一样的思维 来去思考 好